感谢朋友们来到军委谈心 好多来到新加坡旅游和定居的人们观察到 在新加坡很多地方都有一个现象 就是老年人在工作 比如说在快餐店 石阁和小贩中心 到处都能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收拾碗碟 打扫卫生 甚至在一些大酒店举行的晚宴上 也可以看到年纪比较大的老者在工作 出门乘车也会发现好多的出租车司机 甚至是公交车司机都是年迈的老人了 这些退休的老者 特别是一些看起来弱不进风的老人在干体力劳动 很多人都觉得很可怜 很心痛 根据新加坡人力部的调查 超过40%的65到69岁的老人 和超过66%的55到60岁的老人仍然在工作 70岁以上还在工作的人也有很多 那么他们大部分从事的工作是清洁工 服务员 保安员或者销售员等等 那究竟为什么在新加坡的社会会有这种现象呢 今天我就以从一个在这边生活很多年的观察者的角度 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一般上国内的朋友啊 对新加坡的福利有两种看法 第一就是新加坡 既然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 金融中心 教育中心或者医疗中心 那么它也一定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 在新加坡不用考虑退休的问题 因为政府各种福利已经为人民准备好了 随便用就行 那第二种看法呢 完全相反 就是说新加坡是一个完全没有福利的国家 因为李光耀在建国时就决定 不能把新加坡建立一个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的高福利的国家 所以说在新加坡是没有福利的 人们退休要完全靠自己 政府是不管的 其实这两种观点啊都太极端 是不正确的 我们就来说说在新加坡看到老年人工作的现象 首先啊 人们把这个焦点放在新加坡老人工作的上面啊 觉得在新加坡这种现象不可思议 但其实呢 不光在新加坡 在别的国家也是如此 你比如说在美国 许许多多的美国老人也是在工作的 他们的工作呢 多种多样 比如说有很多老人家开卡车 当卡车司机 保安员 农民 农民一般都是老人 也有很多在工厂工作的老人 那我在美国生活时啊 那几年就看到很多的老年人 在商场里做销售员 有的人呢 在餐厅里当服务员 甚至还有的当厨师 老年人工作的现象很普遍 而且啊 根据这个统计数字 目前在美国 有25万5千名 85岁以上的老年人 还在工作着 那这个数字呢 比十年前多了一倍 在欧洲国家 比如说在英国 也是如此 14%以上的 65岁以上的人口 仍然在工作着 大部分人是在零售业内工作 而且甚至还有很多65岁以上的人口 在做和建筑业相关的工作 这样人的体力是相当好的了 在日本就更不用说了 日本目前是老年人最多的国家 在职场上打拼的老年人啊 比比皆是 而且现在的日本政府 还在鼓励老年人创业 这些老人家 对整个日本的经济贡献是很大的 真的是老当义壮 那话又说回来 既然老年人工作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这么普遍 为什么人们对新加坡工作的老人 会觉得奇怪呢 我觉得啊 这个要追究到 华人传统观念里面的 一个深层的这个原因 我们中国人认为啊 人到老了要一养天年 儿孙满堂 应该寒一弄孙 这样才是享福嘛 所以一来到新加坡 看到这么多老年人工作 看不惯 可是今天的时代 不一样了 社会上的人口结构也变了 那人们比以前要长寿的多 新加坡现在的人均咒命 排在全世界第三位 为83岁 那83岁的人啊 都是在1935年出生的 那1935年 可想而知 在50年代到60年代出生的人 要比30年代出生的人 的营养医疗方面条件更好 所以说今后的人均寿命 还会继续提高的 人均寿命提高 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就带来了一个 全世界面临的难题 就是人口老化 这个严重的问题 人口继续老化下去 工作的人口不够了 市场上自然就会多多 聘请老年人工作 因为没有其他人了嘛 目前在新加坡 法定的退休年龄为62岁 但是一般上呢 公司都会延长 聘请老年人工作的年限 比如让这位老员工 继续工作到65岁 甚至67岁 政府呢也相当支持 其实在中国 这种现象也很普遍 那在国内呢 这叫反聘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啊 如果看到一个60岁的老人 是相当老的了 和现在的老人不一样 不信呢 你上网查查以前的照片 你看看民国时期的照片 那个时候的50岁的人 和现在的50岁的人 简直就是两代人 现在50岁的人呢 看起来是非常的年轻的 在新加坡的公司呢 聘请老年人工作 一个是想要政府的号召 二来呢 也是本身公司的人员的需要 那社会上就一直推动 让更多的企业 聘请年老的员工 因为你要新加坡维持竞争力 生产力和对外投资的吸引力 你要有人才行啊 新加坡人呢 自己的生育率 一直保持在1.2 无法提高 所以年轻人是远远不够的 再加上政府前几年 一直在收紧移民政策 所以变得企业请不到人 人口不足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样收紧的移民政策 和收紧聘请外国员工的政策 做的有点过头了 这样做是不可持续的 早晚我觉得政府的政策 还会再松开一些 当然不管政府怎样的扶持 公司如何向老年人招手 但如果老人家们 本身不想工作的时候 也是没有用的 那么话说回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 促使新加坡的老人们 愿意出来工作呢 难道真的是缺钱吗 老年人出来愿意工作 首先我们不能排除 有的新加坡的老年人 真的是为了赚生活费 出来工作的 比如说有一些人 本身教育程度不高 年轻的时候工资不高 再加上本身又不善于理财 所以就造成了 到老了时候 退休金不够的状况 新加坡的退休体系 是建立在公积金的制度基础上的 如果年轻时 没有存上足够的公积金 退休的时候 还真的不够用 还有一些个别情况 就是比如说独身老人 或者一些人 因为健康问题从年轻时就不能工作的人 总之总种原因 这些人的钱不够用怎么办呢 新加坡的政府会给这些人提供一些福利的 但是这些福利有限 政府的初衷是不想让新加坡成为完全福利的社会 所有对这些人的帮助 不可能达到普通工作人士 正常工作到退休时的退休待遇 这待遇肯定是不能一样的 对于这一类的老年人 政府除了一些福利 还有社会上的慈善机构 宗教机构的辅助 当然政府前五六年就开始推出了一个 以房养老的一个制度 就是说新加坡的政府组屋都是99年地气的 你年轻时买个房 到你60岁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地气可以卖给政府 比如说20年的地气 这个就是以房养老的政策 但是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退休人的数量 总数并不是很多 正常工作到退休的人们 那现有的公积金退休的终身年金计划下 基本上退休是不成问题的 但前提是你一直要有工作 你工作的话就会累积公积金 如果是自己当老板 那你自己需要填补自己的公积金 这样才能正常的拿到退休金 但是有一点 对新移民来说 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如果新移民是30岁或者35岁 才拿到了新加坡的身份 开始缴交公积金的话 那么当然是比23 24岁 就开始积累自己公积金的本地人士 要少交很多公积金 公司也少交了很多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我们这期节目先不要涉及 关于新加坡养老金制度的问题 我会在下一期的节目来介绍分析 今天我们只讲老年人工作的课题 好 如果工作了一辈子 有正常的退休金收入的退休人士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出来工作呢 其实这个问题显而易见 就是没有人会嫌钱多 你看这任何国家的退休金制度 提取的退休金的数额 都是只能保障人们的基本需求 不可能有国家的退休金制度 让你保障一个奢侈的生活 那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呢 每个人的要求也是不同的 好比说拿一个数字 一万块钱或者十万块钱 对不同人 它是不同的一个概念 那么如果这个社会呢 到处都给老年人大把的工作机会 而且呢社会上普遍呢 对老人工作很尊重 那么我想很多人都会出来工作 有些老年人出来工作 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需要多赚钱自己才放心 少数的老年人是供经级完全不够 还有很多老年人 他是喜欢出来工作 那顺便提一句 老年人开销啊 其实最大的就是医药开销 那么在新加坡的医疗体系呢 保障了人们在生病住院 动手术治疗方面 花不了多少钱 每个人都在这个医疗安全体系下 所以看病对新加坡人来说 不是什么负担 新加坡的医疗制度呢 也是一个大的社会保险制度 它不存在这个病 或者这个药保不保的问题 如果你住院动手术 没有什么费用 是需要自己出现金的 最多只是付一个corpayment 你比如说我父亲以前在天津动手术 有医保的情况下 还要自掏腰包 而且数额不小 几乎到了一半的价钱 那在新加坡呢 就没有这样的事情 唯一有区别的是啊 病房的不同 在健保计划下 能保证你住b级病房和c级病房的费用 也就是说 六个人和八个人的病房 如果你生病了 要住单间呢 住a级病房 那你需要付额外的保费 但不管是a级病房 b级病房 或者c级病房 它只是一个这个住院的舒适度的不同 医疗治疗上呢 不会有区别 所以这个老年人在医疗方面 他是不用担心的 那再来说工作 不是每个老年人啊 都对工作反感的 一些老年人觉得工作挺好 儿女各有各的家庭生活 那生活费呢 现在是越来越贵 那工作就可以让这些老人们 让他们保持经济独立 这种经济独立呢 不光是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需要 并且让他们在社交和思维方面保持活跃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些明明很富裕的老人 也愿意出来工作的原因 那来新加坡旅游的人们 或者刚来新加坡定居不久的人们 可能看到老人在一些咖啡店 餐厅或者商场里面工作的比较多 其实呢 还有很多的老年人 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 你比如说医院 医院的接待术 护理 有一些呢 在医院里因为医院大 那推送病人的 比如说把病人从急诊室 推到病房 或者呢 做一些检查的时候 推到这个各个检查的地方 这些工作的人呢 我看大部分都是老人 还比如说在银行的 接待人员 也有很多老人 甚至在机场的询问处 都有很多老人工作 公寓呢 保安 一般也都是老人家 我就认识一个人 他呢 62岁退休了 无所事事 他家呢 还不住组屋 而是住那种排屋 也算是有地住宅 他并不缺钱 一点负担没有 但他退休后呢 就开始马上找工作 闲不住 有一次他就跟我说 以前在上班的时候不知道 退休了才知道 原来这么多地方都聘请 像他这样的退休人士 他一开始呢 在超市还做过收银员 后来呢 还去了银行当借贷员的工作 你再比如说 我家孩子的补习老师 我两个小孩都请了家教 家教老师呢 是一位退休人士 60多岁 他主要教科学和数学 补习的价钱呢 是80块钱新币 一个半小时 那我两个孩子 要分开上课的 每个月我们都要付给这位老师 补习费用是770块新币 这光是我们这两个孩子的 他教了很多学生 退休的时间一大把嘛 他就开着他的车到处去教学生 粗略算起来每个月 他至少能有8000块钱新币的收入 那这个收入呢 比很多上班的人赚得都多 当然他是属于教育水平 比较高的退休人士 还有大量的老人呢 他出来工作 不图钱 不要钱 比如说很多老人 在教会里面做义工 还有很多在其他的慈善团体里面 各个小区的居委会里面做义工 他们不拿工资 但是都在为这个社会默默的做贡献 那么新加坡老年人出来工作 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就是很多有小孩的家庭里面 都是聘请女佣的 所以这个家庭 也并不很依赖老年人来帮他们看孩子 再加上新加坡这样的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 老人们也都不会帮忙照顾孩子 也不需要 只是偶尔周末的时候和孩子们在一起 所以这也使得老年人们有更多的时间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如果每一位65岁以上的人们不出来工作的话 新加坡的人口真的是不够 而且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我想这种情况在目前在国内不是很明显 尤其在大城市不是很明显 因为在大城市里面 全国的年轻人都往大城市里面涌入 所以不缺人 但是这老龄化的社会会很快来到的 而且有一天你会感觉到会突然的到来 今天在新加坡的老人工作的景象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 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也会同样看到 因为年轻人是越来越少了 好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节目会谈在新加坡如何退休的问题 好 我是高俊伟在新加坡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